3月19号A股板块点评 大家好 我是王财经 刚刚已经发布了对于指数的授评视频 大家可以在我主页都能看到 这一视频一共聊9个板块 聊一下建筑、物流、券商、保险、调食品、猪肉、传播、银行 还有半导体 我们来一个一个去聊 第一个去看一下建筑 建筑板块我们在之前多次讲到过一句话 叫做横有多宽 树它就会有多高 在之前这里横盘震荡了大半个月时间 在昨天是出现了放量的向上攻击信号 打破了这样一个震荡区间的上面眼 而今天出现了一个回落 那么今天这个回落是一个缩量回落 昨天是一个放量上涨 所以上涨放量缩量回调 又形成一个运线结构 还在20日均线上方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它往上攻击 短线再往上拉升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同时短线如果往下有回落 那么是给大家一次再上车的机会 这种板块其实不需要有太大担忧 中期是一个看涨的思路 再聊第二板块看一下物流 物流板块今天是一个低开低走 收了一根光头光脚的阴线 量能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放量 这板块是走出了一个头肩底结构 看一下头肩底 这波上涨打破颈线位 回落这个右肩高于左肩 然后这波上涨又去创出了一个新的高点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头肩底结构 但成交量就不太标准了 最近这一个月时间量能没有能够超过这个阶段的成交量 所以价格头肩底结构而量能表现一般 那这就会导致接下来想往上再一波拉升 它需要时间来积累这样一个上攻动能 它需要时间在这里去进一步的去震荡叙事 这可能会是一个大概的走势 短线不要去奢望继续的大幅的拉升 没有动能 动能不够 再聊第三个板块是券商 券商今天是一个低开低走 我们在昨天就讲了券商板块 昨天的上涨不可持续 券商要往下掉 券商那个缺口要回补掉 券商在昨天的量能其实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放大 券商它有渣男的属性 那么今天我们在维持之前的观点不变 要往下跌 要往下 很有可能要回踩到这条黄色的超板线位置附近 所以券商板块远离它短线往下跌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沾上保险 保险今天是低开低走下跌了1.5% 今天是一个缩量的下跌 在过去的这4天都处于20均线下方 而在上周二上周三的时候呢 是一个明显的放量下跌的一个阴线 那现在的已经跌破了这条超板线 20均线角度已经向下了 已经向下拐头了 那从单纯的k线程度上来讲的话 一根中阴线随后跟着4根k线小k线 没有能够去反抽到这根中阴线的半分位 往往接下来还要往下再去跌出一根中阴线出来 所以保险我们预计短线还要往下去跌 还要往下去跌 然后它的支撑位在哪里呢 支撑位在这一条颈线附近 这条水平线颈线位的附近 是之前这一个上工结构的颈线位附近 所以保险再往下去跌 那么跌到颈线位附近之后 我们可以去关注一天到两天的一个反弹节奏 观察它的量价关系的反弹的力度 我们再也做新的决定 如果想去抓反弹的像低息的 等它跌到颈线位附近再考虑 再看一个板块调耳品 调耳品今天是一个低开一个十字心出现了一个缩量 这个板块其实也是走出了一个头肩底的结构 同样是右肩高于左肩超过颈线位 超过颈线位 但调耳品同样是量能并不是特别好 最近的成交量并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放大 所以它的头肩底的量价关系不优秀 那么它往上攻击的动能就不够 所以人不可能一直往前走路 他需要休息 他需要吃饭 他需要睡觉 那这个板块的话 也需要时间在这里去进行震荡 震荡之后再拉升 再拉升 先震荡再说 再聊一个猪肉 猪肉在今天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是一个高开大幅放量 大幅拉升 上涨了4.4% 成交量是创出了过去8个月的一个最大成交量 所以量能明显放大 价格大幅拉升 往往接下来还会有惯性的冲高 但我们需要注意到 它整体的K线图其实走的并不好 在最近这波下沙跌破了这个颈线 走出了一个小范围的头肩底 小范围的这样一个下跌结构 对不对 它的洗盘力度是比较大的 洗盘力度是比较大的 而因为它的洗盘力度比较大 那么接下来预计它还会有反复 所以在明天有惯性冲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追 接下来它还会有反复 而这个反复至少它会回踩这条二十字军线 这是猪的思路 再看一眼传播 传播在今天是一个低开低走的小阴线 传播目前还是处于这条黄色的超盘线上方 我们在之前讲 这条超盘线它有一定的支撑效果 它至少能够去支撑一天到两天时间 而在这里的话 是跌下来回踩往上 只有了三四天的一个反弹的节奏 反弹空间不大 而成交量也不大 一直是处于二十军电线下方 所以反弹没有量又没有价 同时距离阴线的半分位 并没有处理到 所以压力很大 往上涨不动 而涨不动要怎样 涨不动就要往下掉 就要往下跌 而看之前整体的上空结构 大家看一下 这波上涨大幅回落 然后这是一个主升浪行情 那么这一波回调幅度 相比来讲 其实比例应该还没有到位 所以传播预计要往下掉的概率 会更大一些 更大一些 再看银行 我们刚才分析了券商还有保险 短线预计都要往下跌 而银行今天是跌破了这条黄色超盘线 方向由多转空 而它的主力控盘度连续5天是降低 是处于空方在控盘 震荡指标目前跌到超卖区域 还没有出现红变率 那么在明天也故意出现不了 那么银行板块预计 短期可能也要往下跌 如果说券商银行保险 大金融都要往下跌的话 那么权重板块上证50 倒是说像户指明天往下跌的概率 也会是非常大的 刚才那期视频已经讲到了 最后我马上去看一下半导体 半导体今天是一个冲高 回落上线一个小阴线 量能今天是一个小幅的放量 这个板块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 高位的箱体 这是一个箱体区间 想要去做短线低吸的 等它跌到箱体的下边沿 我们再考虑去做低吸 而这个位置的话 在箱体上面沿 从哲实角度上来讲 一定是不能去追的 一定是不能去追的 好 那么这是今天我们对于板块的一些点评 大家也可以把你手关键的板块打来评论区 再见